1368年元卫帝拓翻铁木尔 从大都逃往上都 结作了元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胡必烈系蒙古人 驻驻中原 将近一百年 蒙古人在中原地区的分布 也是盘根错节 到底有多少蒙古人 遗留在长城以内 至今还找不到明确的记载 不仅如此 当时的明朝政府 还推行了一系列的同化政策 他们的目的就是 要把遗留在中原的蒙古人 变成明人 结果也是如其所愿 随着时间的推移 长城内的蒙古人 慢慢的失去了 他们本来的民族属性 但是大浪掏杀也掏金 近些年不断有元朝的后裔拿出族谱 证明自己的蒙古族身份 因为两位设计刑 是欠少人的蒙古族身份 相担心码 最新的蒙古族身份 好像最新的蒙古族身份 所以我们的蒙古族身份 来自新的蒙古族身份 好想作 不过这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实际情况远不止如此 蒙元时期的蒙古人分散到了欧亚大陆各个角落 可以说蒙古人的后裔无处不在 单以中原地区为例 虽然历经了明清两代的民族融合 但在今天中国版图上 属于元朝蒙古人的符号仍然依稀可见 来 就让我带着大家对这些蒙古符号做一下识别 想要揭秘这些蒙元时期的符号就得从传统文化着手 敖包是蒙古民族古老的信仰 是家族的宗庙 也是聚会的场所 更是地理坐标 每年的春天都有祭祀敖包的活动 在蒙元时期 敖包被称作脑包 而这些蒙元时期的脑包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和云贵川等地 典型的例子有云南大理的插旗堆子 仅在十几年前它还沿用着蒙元时期的名称 插旗脑包 更典型的例子是这个石堆堆脑包 离插旗脑包不远 元朝末期 中原地区的蒙古人已经开始汉化 敖包一词也被汉语的堆子或者堆堆取代 堆子的叫法是受其他人汉语发音的影响 其他人说汉语的时候 池语喜欢加一个子 比如锤子刀子斧子剪子等等 而中原人更喜欢用堆堆 元朝末期 有蒙古人的村落就会有敖堡 也就是有堆子或者堆堆 于是大江南北有无数个堆子或者堆堆 并且有堆子的地方 还会有一个官职叫堆子官 当时的蒙古人说汉语口音重 所以堆子官被元朝的蒙古人说成 只是今天蒙古语里的 一词依然是指定居人的村庄 蒙元时期的脑包有时也会被写作闹包 而在山西境内又被叫作 个堆 在山西又被叫作 个堵 除了脑包 脑包 堆子 堆堆 个堆 个堵 以外 还会有俄伯等一些其他的教法 而在西南地区 由于受到宗教的影响 那里的敖包 变成了 马泥堆 大都城的白塔寺 是胡必烈的家庙 而那座白塔 也是敖包演变的 由于工作量太大 我一个人 不能对每个敖包 做更详细的考证 只能提供这些笼统的信息 还希望朋友们谅解 众所周知 狐狸改文书们的主要成分是 蒙元一种 他们非常了解 元朝的文化和政体 恰到好处的 利用了堆子官制度 因为知道了 什么是堆子官 就等于掌握了一把 路官的金钥匙 路官后能找到元朝的堆子 就等于找到了组织 于是乎 这些有堆子的春诺 就被传习而定了 清前期也推行过 堆子官制度 但很快 狐狸改文就意识到 这是把双刃剑 假如所有的蒙古人 串联起来 可能会动摇 满清的千秋基 于是没过多久 他们又取消了堆子官制度 今天在欧亚大陆上 有很多堆包 已经被有意无意的 磨掉了 比如位于新疆伊犁的 海努克固城西边 有个 五魁镜堆包 我们在地图上 就很难找得到 海努克城市 查克台汗的第二个儿子 拜达尔所见 在蒙古语里 牛和牦牛 杂交出来的牛 叫海努克 五魁镜堆包 的意思是 牛官的堆包 同名的堆包 在内蒙古西林国乐盟 正兰旗也有一个 而这个堆包 被写成 五魁镜堆包 堆包文化历史悠久 游牧民族的符号 也分布甚广 类似石堆或石人 等游牧文化符号 随处可见 北方游牧民族的石人 爱死鸡魔人的石人和石堆 北美 伊纽特人 类似敖包的石堆 甚至是 西单人的聊天之间 在文化上 都有一定联系 最后 我要加一句 自我宣传 一个地名 一段历史 关注 老阿讲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